日本佛教学界在20世纪 首先提出了一个大问题 日本人怀疑说 这本大乘起信论是中国人脱名所造 国际学界已成定论 大乘起信论 就是佛教大乘佛教的根本典籍 是我们中国人 但是是哪位大师我们也不知道了 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个坏事 这是个超级好事 这说明我们中国传播的大乘佛教 实际是我们自己人奠基的理论 并不是来自于印度的 思想来自于印度 但是理论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大乘起信论的思想性质 在布派佛教的一千多年刘布里头 就他前后刘布里千多年 其实出现过无数的大德比丘 但是他们的名字 大多都被历史遗忘了 但是有两个重要的人 我们必须要介绍一下 马明和世亲 因为以往我们都把他们两个 当做大乘布的大德 其实马明菩萨和世亲菩萨 两个人都是布派佛教的大师 马明我们在简秘印度史里讲过 生活在公元前两世纪前后 公元两世纪前后 是和贵双王朝的加尼瑟家王 同一时代的 加尼瑟家王打仗的时候 抢来的这么一个高僧 他的水平高到什么地步呢 就是说他讲法的时候 马听着都流眼泪了 所以叫马明 以马解其音为意思 叫尊称为马明菩萨 他的俗名和法号不知道了 也不记得了 在佛教典籍后出现过六位马明 而且这六位马明都写过不同的经书 现在学者确认写摩赫摩耶经的这个马明 就是佛灭后六把世的那个真马明 也是我们说的马明菩萨 他留下的著作能确认的有八部 具有大乘思想的四部 小乘思想的四部 为什么一定要提到不派佛教的马明呢 是因为他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极大 他具有 他有一本书叫做大乘起信论 我们在讲禅宗的时候多次讲过 就是他具有大乘性质 而且影响力很大 并且大乘起信论 是大乘佛教根本性理论著作 日本佛教学界在二十世纪 首先提出了一个大问题 就是关于大乘起信论的真伪问题 因为怀疑大乘起信论呢 不是你写的 就不是马明所造 甚至不是印度人所造 怀疑就日本人怀疑说 这本大乘起信论是中国人脱明所造 这个可以说这个问题 经过几十年的讨论 现在在学界 国际学界已成定论 就是说大乘起信论 就是佛教 大乘佛教的根本典籍 是我们中国人 但是是哪位大师 我们也不知道了 我们中国的某位大师写的 大家不要觉得这是个坏事 这是个超级好事 这说明我们中国传播的大乘佛教 实际是我们自己人奠基的理论 并不是来自于印度的 思想来自于印度 但是理论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大乘起信论的思想性质 它是属于如来藏思想 与为实思想的融合 它是属于瑜伽形派的第四支 叫做心性如来藏 就瑜伽形派本身的理论 是分为四支了 它是第四支心性如来藏 如来藏经教和为实经教 必定都是在大乘般若经教 传书之后才传出的 它一定是在中观以后出现的 特别是为实思想 它肯定是在中观以后出现的 所以从大乘起信论的时间 和历史脉络 包括它蕴含的思想来看 这本书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写的 已经必定无疑了 马明在当时 他那个时代里极富盛名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著名的通俗作家 无论是诗歌散文歌剧 他的写法雅俗共赏 用现代话说 就是一个超级流行的作家 预言故事这些 因为他尤其擅长的是 把佛教的道理贯穿到这些文学作品中去 尤其是文学故事 比如现在的佛教故事 佛教预言 心灵鸡汤 带着佛教理论的心灵鸡汤 他们的根源和祖师 就是布派佛教的马明菩萨 我们说佛教有四框架理论 就是佛教哲学 佛教历史 佛教神学 与佛教文学 在佛教文学方面 马明是开山祖师级别的人物 真正在佛教四肢里头 具有大众影响力 或者真正有深远影响力的 不是经书 恰恰是具有这个 普读性的佛教文学 而马明菩萨 就是通过佛教文学的创作 极大的扩大了佛教 在印度当时社会的影响力 所以马明他既献生文身 又是菩萨思想和行为 我们说真文身 那什么 小成 菩萨思想什么 大成 所以他的著作 私部小成 私部大成 所以马明菩萨后职 后来一直被后世大成修习者 尊为他们大成部的菩萨 但是理论上说 他是布派佛教时期 布派的代表人物 更准确的说 马明菩萨是在布派佛教中 早期大成思想 最重要的支持者和弘扬者 这就是马明 就是布派的其中一个 另一个布派佛教的大师 代表人物是世亲菩萨 世亲是布派佛教最后的大师 可以说 我们前面说过 正是因为他投奔了大成 导致了布派佛教理论上的彻底衰落 他也是有部和经部最后的大论师 说一切有部 和经量部最后的一个最辉煌的大论师 包括是顶点 他是布派佛教在衰落前最后的辉煌 世亲我们后面可以这个专门介绍一下 我简单说一下 世亲呢 他又叫天亲 他是有三个兄弟 名字都一样 都叫叫什么 盘婆 盘婆鼠豆 还是婆盘鼠豆 反正我老记着有个鼠豆 他的哥哥 就是大成瑜伽行教的祖师 无助 他的弟弟 就是在 萨婆多部 就是有部里头最大的一个派别出家的 后来也挣得了阿罗汉国 世亲菩萨最初是追随其兄 就是他的哥哥无助 在有部出家 但是很快兄弟两个人就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因为无助 后来入了大成 成为了弥勒菩萨的弟子 而世亲菩萨 他便修小成三藏 受到有部和经部 就是说一切有部和经量部的 这个论说的影响 世亲大师决定用经量部的思想 改造有部的理论 就写了著名的阿比达摩据舍论 这本书我在佛教哲学里多次引用过 阿比达摩据舍论 它是杂柔了经部的思想 对说一切有部进行了整合 简明得当 而且非常系统 所以据舍论在佛典里又叫聪明论 什么意思呢 聪明人看的 看了也会聪明 但是有部 说一切有部 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在部派佛教思想史上 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因此我们说 世亲菩萨 是部派佛教 一位有深远影响的大师 曾有种说法 即使世亲大师没有皈依大成 就后来他没有成为大成的千部论主 他后来注出了将近一千部大成论 即使不是大成最大的论师 他凭据舍论一书 也足以名垂青史 世亲大师 他精通小成学说 又造红论 发起味道之志 因为当时大成和部派正在这个辩论中 所以最激烈的对大成佛教的批判都来自于世亲大师 包括最早指出大成理论 非佛说的就是世亲大师 也是当时唯一能与大成论师相抗衡的巨匠 所以说在世亲时代 就是小成大成佛教理论之战 完全是因为世亲一人之力 让双方打成的平手 但是非常不幸 世亲大师他有一个亲哥哥吴柱 吴柱是大成的大师 你怎么能看着这种事发生 你肯定是要出来的 这里有一个曲折的小故事 这个吴柱的死刺激了世亲的皈依大成 后世的学者一直怀疑有两个世亲大师 有人主张说造据舍论的世亲大师 与大成的世亲大师 他们不是一个人 因为这个争议太大 因为这种推测并非偶然 很难想象 按照常理 一个对大成佛教抱有强烈敌意的人 并且长期对抗大成佛教的理论 怎么忽然就一转身皈依了大成佛教呢 而且在皈依大成佛教的时候 他已经写过据舍论 如此系统的布派佛教的论说 是一个成熟的论师 他是有自己信仰的人 一个大师在两个佛教体系中 两个佛教理论体系中 都站到了最高峰 自己跟自己对立 这事是很让人疑惑的 所以说 后世学者一直主张说有两个世亲 但是这个应该是有一个世亲 后世中官派 采用据舍论 作为自己的教科书 世亲大师 后来又在瑜伽形派 做了大量的理论工作 那一个大师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认为有一个大师是认为 不会有人同时具有这样的学术能力 世亲大师从小成归大成 这个说法最早是真谛所义的 叫做《婆鼠盘豆法师传》里头传出来的 其真实性其实是可靠的 因为真谛大师 他是来自于印度的 他来印度的时候 离世亲时代非常的近 前后十几年的事情 而且我们作为这种 自己也有兄弟的人 我们完全能理解 因为自己的亲哥哥离世前 对自己劝解的这种力量 确实是很有杀伤力的 很有说服力的 所以世亲大师在归一大成的前期 他所有的工作 都是在注解自己的哥哥无助的著作 他是通过对自己哥哥 无助的理论进行了注解 最后发展出了自己的大成理论 因此只代表我认为 世亲大师是一个人 这点确定无疑 很厉害了 对不合理论 等产生计划 我认为